大家好 密云水库是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之一 1960年建成 白河和潮河两条河流入库 库区夏季气温低于市区三摄氏度 是京郊避暑胜地 围绕水库建有一条110公里长的环库公路 一路风光无限 密云水库也生鱼非常鲜美 垮顿鱼是京郊农家乐的名菜 密云水库是完全封闭的 禁止游客进入水库 能近距离欣赏水库的地方 我知道有三处 第一处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关库台 离云蒙山静 您直接导航密云关库台就行 这里优点是已经成为景点 有专门免费停车场 还有许多卖农副产品的小贩 我姐买了12个咸鸭蛋 有6个是臭的 性肝还行 不过价格不便宜 这里枯水期也会有水 景色有所保障 我看到有人废无人机 没有进飞标识 缺点是距离城区较远 没有公交车必须自驾 第二处在石马玉村的二甲玉 您导航二甲玉就可以 这里优点是景色不错 游客比较少 有公交车密12路 云湖站下 下车就是水库大坝 车站也在村口 村里有许多民宿 缺点是停车位少 没有专门停车场 枯水期时有可能没有水 影响景色 这里没看到无人机进飞标识 但也没看到有人放无人机 第三处在密云水库东侧的密云水库管理处的潮河管理处附近 也是一座大坝 您导航潮河管理处S313 注意是潮河不是潮白河 大坝南边不许停车 我拍了两个镜头就被赶走了 大坝的北边 画面中右侧蓝色牌子往后可以停车 平时或周末都可以停车 但是五一 十一这样的大劫 这里就不行了 必须还要往北更远的路边才允许停 这里景色也不错 有明显禁止无人机飞行标识 更多旅行实用攻略 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